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我前一阵子在清明法会 因为要诵经 要唱诵 就有一些护法信徒 有点担心起了 听声音就知道 我似乎是重感冒了 确实比较少 有什么四大不调的情况 那一阵子确实是重感冒 但是我当时 对于大概将近十天的感冒 就有一点点的体会 第一句话当然一定是 病时方之身是苦 这个无有大患 已无有生 就是平常时你不会感觉 这个身体的存在 就是说它造成你什么负荷 等要到这四大不调 有一点小小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它真的 它不但存在 而且它那个时候 你想要有什么身体 有什么作用 它作用不了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 说病时方之身是苦 我当时就想了一下 老子以前讲的 说辱墨炼此身 就是不要贪恋 执着这个身体 那老子讲这段话 后来白居易 就是大文学家 他自称为香山居士 是学佛很虔诚的佛弟子 那么白居易 他写 应该是仿造老子的这一首 就写了这一首诗 就叫做《逍遥勇》 歌勇的勇 那他说 有这么一段话 当时我对这首诗记 是很有感受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可以讲 平常时你工作心情 除了说可以养家活口 这一家温饱之外 还有些人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 过着更舒服的 更多的享用的这种日子 比如说有衣服穿 那还要有更好看的衣服 之后还要有名牌的衣服 有个提袋可以提 那要一个更好的袋子 除了耐用美观 之后可能又还是追求要名牌 要让人看了很羡慕的 世间越少越好的那一种 像这样子 就是为了这个身体 你辛辛苦苦的 除了为家人之外 就为这个身体 那么一般 这个大众来说 这无可厚非 不要过度就好 但对我自己一个出家人来讲 那这个身体对我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真是把它拿来叫戒甲修真 这个身体呢 就像季瑜所说的 这首诗所说的 说莫恋 无恋亦无厌 就是你不要贪恋它 你也不要厌恶它 因为你贪恋它 它其实是烦恼的根源 造作一切都为了这个身体 甚至于是坦白讲 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一张口 要吃好的 要吃肥美的等等的这些 但也不要因为这样就 好像很厌离厌弃气这个身体 也不能 这个身体我刚刚讲戒甲修真 还真要感谢有这个身体 我只不过是几天 好像昏昏沉沉 想做什么 又使不上力 那个真的是心里头暗自焦急 但使不上力也没办法了 我都当菩萨开牌 我去忙就去忙 菩萨开牌 我休息就休息 只是忙的时候多 休息的时候少 那这次呢 让我再一次感受到 哎呀身体还是很重要 所以适度的这个调整 一点步伐 做一点这运动 我看大概都是需要 否则恐怕要来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结个缘 都会有障碍了 那么所以这个说病时方之身是苦 我再追加一句叫病后方之身是宝 就是这个病了一场 就知道原来这个身体真是宝 有身体有精神 想做什么都可以 像我大概在这个昏沉之中 还是要做事 只是觉得辛苦 但过后呢 这身体恢复 精神也恢复了 就觉得哎呀我要快马加鞭 像最近忙着一系列的一些活动 在有一些是眼前手边的 有一些是下个月的 下下个月的 那现在都在筹备之中 有几个大的活动靠近一点 一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而且都很有意义的 那么像最靠近的是这个叫喜悦大会师 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但不在今天 那么我就讲说 哎呀赶快奋起直追 这种奋起直追的这种力量 我们叫精进 但精进也要有方向 比如有的人讲 比如半夜三更都不睡觉 都在上网 看小说看电影等等 他说我很用功 但这个不叫精进 这不叫正精进 他偏了 所谓的精进是什么 方向要对 我们用善跟恶来看 就对跟错来看 未生恶令不生 我现在讲的是 佛教讲的这个四正情 四种精进努力的态度 第一个未生恶令不生 就是你没有造作的坏的事 你就不要造作 然后已生恶 令去除就要断除了 已经有不好的那些习惯 这个不应当的那些言行 那你就要很努力地去把它 断除去除 然后未生善令升起 就是应该要做的善事 而你还没有去做 比如说你应该要用功去读书 或者你应该要去把家里整理整理 你应该要去社区做义工等等这些 就是未生善 对的 好的 你还没做 那另升起 那第四个就是已生善 你已经正在进行中的这些好事 对的这些善事等等 说另增长 你做好事 你还可以做更多 你帮一个人 你可以帮更多的人 你去除坏习惯 你会去除更多 像这些 当然你学习善法 学习佛法 这些智慧 这些心灵的力量 你不嫌多地另增长 让它更加地发大心 那么总是呢 这一段说病后生世方世宝 病后方知生世宝 这个是我的一些体会 那么希望大家一起用功 也好好的珍惜 也能够知道要借甲修真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